今天又來到戰鬥機了 很多人會很注重結他 很多人會注重音頭 效果 但大家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線材 線材的影響絕對是非常之重要的 尤其是聽過兩位仁兄的分享之後 原來這個大家很流行的Air Modulation機 插不同的線材都很大分別 所以我今天就請了香港孩子的一個整線公司上來 你介紹一下大家 大家好 我們是Peters Reseners 我們開店的理念主要是 想介紹更多的線材給大家認識 另外最重要的是 像阿楓所說的 的確不同的線材 可以帶給大家不同的享受和體驗 為什麼我們會開始做這件事呢 因為有一天 我想要線 Bang房有些線想要 找吧 怎樣可以隨便製造 很貴的 很難找 對 沒有洞路 我要他寄過來很久 對 有洞路 小吃運費 生氣不值 又想選擇一些漂亮的線材 去哪裡找 不懂 不清楚 我問了我的朋友 Karl 他又好好地介紹了好多一隻 又替我砍光 想要什麼呢 OB 對 我直接就說 我要一條漂亮的有什麼推介 給我一些深馬線 嘗嘗 正一試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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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問這個 買吧 買來試試 買少許 每一款各人一條 自己玩玩 好玩 好玩 真的不頑 好玩 然後我開始 跟他說 不如這樣吧 既然我都試了這麼多 又試試買給別人 做一下 想分享給別人 對 試試 看看會不會影響到別人 你又試試這條線 你又試試它 很多時候我們經常都 因為音樂不同 或者習慣了音樂 我們就說 換Pickup 換個Pickup 換吉他 換吉他 換音頭 換Multi 換Paddle 換一隻手 那就糟糕了 所以 我們就說 反正價錢又不是貴 200-300元 還有一條新的線 這樣 就可以 轉變得這麼大 那這件事何而不為呢 是 不過我自己也試過 小時候 用一些很 初生的線 一來就很容易壞 可能你的頭部跌兩跌 它又掉了汗 那時候還未會汗 雖然現在也不太會 鹹味 鹹味 跟著 還有聲音 真的會比較 覺得外出也會比較小 是啊 已經不是說聲音 好不好 或者口味問題 外出也會比較小 所以 其實買的線 都是百多元 是啊 所以我覺得 線材是值得投資的 因為它始終是一個 很主要的傳道 是啊 是啊 就是你的吉他 和你的M的connection 這個就是它的功用 沒有理由買一支幾萬元 靚吉他 不配一條靚線 買一條50元那些 剛剛送 淘寶的那些 Jazz線 那些啤膠那些 哈哈 那如果 譬如我們 即是你是一個 Custom線的公司 那Custom線的公司 我也想問一下 除了我們有一些 線材件 即是可能 Mogami Soma 這些線材件 那你們再會做 一些什麼特別的東西 去令到你們 那些線 更加形象化 那些呢 有沒有 更加形象化 我們都是在一些 package上面 可能 例如我們的袋 那樣 就是會用我們自己的logo 那會用回一些 馬布袋 因為都想 保持著可以用回 那件包裝 都不想 因為 或者是紙皮 膠袋 裝完給你 你就 扔掉它了 那沒用 即是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再用 是啊 我也有繼續再用 謝謝 謝謝 我用來裝回這手工具 咦? 真的嗎? 剛剛沒有? 是啊 可以拿來拿去 對 就是想袋 大家都用回 不一定要拿來裝 一條線 或者是裝其他 其他的 製品也好 衣服也好 最主要 當然是 我們有提供 八隻顏色 是啊 這個很重要 我很想說 起 滾 是啊 這個叫什麼橙 這個叫血橙 血橙 冰藍藍 冰藍 哈哈哈 新名 新名 我們趕名 地獄熊 地獄熊 是啊 你可以DM他們 我要地獄熊 OK 收到 這個呢 這個灰石 銀河灰 銀河灰 對 新名 銀河灰 綠色 綠摩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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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的綠 這個就是 鵪石黑 可以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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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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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BOL姐姐 嘩 對 還有這個 斯文白可以嗎? 斯文白 對 那你們大家就 DM他們想要什麼顏色的時候 記得用一些Terms 哈哈 我看到這條是原裝的 這條是原廠出的 也是桑馬 桑馬 原廠已經是這樣的 對 都是這樣的花紋 對 可能有點熟口 對 大家看到這條線的顏色 我就第一時間想起 應該是Vintage 對 對 最主要就是 它的名字叫Classic 對 你知道很多 我們Bandar的M 都是這隻Color Tone 無論是 對 它的特色是 一些Vintage的吉他 Vintage吉他有少許不好處 大多數是 黑色很沾 對 它的Low有少許缺乏 對 滑枝塞 對 它就幫你塗回去 還是會再幫你突出出來 對 它又幫你補回你的不足 再拿回它的原本很Vintage的味道 好像80s那種聲音 就不再重新 對 真的沒有改錯名 另外 我看到一條很帥 我自己也買了這條 其實我也是買過Skin的 本身 我們也是因為Skin吸引 所以就 對 但是聽說這條 我自己試過我覺得很棒 尤其是 你想結他剪散一點 一插這條線就已經剪散了 整件事 對 它本身就有少許低剪 還有它是 會比較 HIGHMIT比較厲害 對 很誇張 對 攻擊也比較厲害 所以 這條是甚麼物料 這條呢 這條呢 其實是SILVER為主 是 用銀為主 就是銀為主 銀為主 銀是屬於 在METAL界別 就是算是 傳統性比較強 對 這一條呢 就是那個 RESPONSE很快 對 還有這一條 都被人 以為HIGHFI線 對 接著 我們都真的試過癢 就是 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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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 好聲 對 真的有點誇張 對 我也很喜歡 對 我們的代言人ADAM 都是用這條 ADAM ADAM的Code ADAM的Code是甚麼 ADAM JJ FAIRY BIG 差不多 想至於留意我們會在IG說話 我自己也買了這條線 我覺得其實很建議一些Drop Tuning的人去使用 嗯 特別多線 7線 8線 是非常清晰的 它會幫你的反應更快 是 所以 介紹一下 是 真的有點驚訝 因為這條線 我們都 都 很多人很喜歡這條線 那這條線叫甚麼名字 如果我 譬如我要落單 我想 我沒理由說 那條白色白賴那條線 白賴 是 這條就是SOMA的CORONA 是 那 我們都是跟它原廠的名字去做 是 那另外 我看到還有幾條 先把這些 七彩根深的線 好 那我看到還有幾條 這兩條介紹了 那這條呢 這條是甚麼來頭呢 這條呢 就是我們日本產地的Mogami線 Mogami都是一些很大型的牌子 基本上很多Studio都用它 那它的聲音 日本 日本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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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製的聲音會是怎樣呢 即是無論你聽很多J-ROCK 那類型 它都是比較少些LOW 但很清脆 對 無論是Clean Guitar Driven Guitar 那些都很Smooth的中音 對 還有High End 對 就是Mogami這個線材 它的取向就會是類似這方面 對 那剛才說的SOMA線 以我所知就是會多些LOW 大顆一點 對 因為SOMA線它們都是 德國製造 不知道會不會是這樣 我想說是德國製造 不是啊 你D數Angle 可能在說M頭 那些全部都是說LOW 是很豐富的 對 所以我不知道當地的特色就是這樣 可能他們的天氣令他們想多些低音 咦 Woody一點 或者吃得多太多 喝得多啤酒 啤酒 重型啊 黑啤 要做一下運動 哈哈 有些低音幫他抖一抖 精神一下 另外這條呢 這條是SOMA的 這條呢 就是SOMA的SPIRIT 那SPIRIT有什麼特色呢 就是他們的德國製造 很重型 很Heavy 是 那個LOW是強勁到一個點 對 就是這裡來說 是沉沉沉的 這裡來說最多LOW就是這條SPIRIT 也是的 它的Output是超級無敵大的 對比起其他 它應該是掃一掃的 但我連摸的線材 它也是比較硬 粗 還有牙身一點 它這隻PC物料 是 其實如果大家想 可能 覺得吉他不夠Output 或者想吉他再行一點 就可以選擇這個德國的精神 對 或者玩行東西特別適合 SPIRIT的系列都很適合行東西 大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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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感覺 很有力 我們再說下一條 這條就是LLX LLX 它跟SPIRIT都相似 它比較貴一點 不過 它也是很重型之餘 它補回SPIRIT有個不好處 就是它很平衡 它的Mid、High 補回SPIRIT 按照你所說 這條可能會比較貴一點 對 可能會比較適合 用於Live 對 乾淨一點 那說回 其實原來 一說Live和Recording 這件事 我很想分享一下 以我來說 錄音的時候 我會用一條很Fat的事件 讓它有什麼HIRST 即是它的SPECTRUM是滿足的 對 到時我再剪輯加加減減 對 但在Live 我喜歡一些線 有少許滑滑的 空間感比較漂亮 對 會亮聲一點 對 這是我個人的分享 其實我們也試過 用來REAM 或者用來做Recording 對 甚至我們也試過有些Fan Show 也試過做Sponsor 試一下我們的線 是出來的效果 對 其實都是兩體的 都有不同效果 錄音的部分 你試一下 因為你們 Mania 是試過用錄音的 對 我建議 可能REAM的時候 都會用這些HIFI線 因為它很細緻 細緻之外 它有一個特色 就是 HIFI線很漂亮 當你錄音的時候 你很多時候 會覺得 為何這麼萌 可能是麥克風 其他關係 但你多了一條線的選擇 你的清晰度會高很多 對 Combination 就會表現出來 那條線的功能 但我 好像還有一條線 還沒說 這條線 有些特別呢 這條線是梳馬的Black Seal 我們自己 專稱為黑師 因為 它底死在 就是透透的 它是啡色的 透透的 可以看到裡面的線網 又叫Black Seal 很軟身 對 很軟身 但是軟不軟身 我覺得可能會是大家的選擇 對 都有機會會的 對 即是線材的硬 或者軟身 都會是一個 可能都是他們的選擇 大家的考慮因素 對 對 這一條 玩一些行動 其實都很適合 特別是 Base 如果想 再厚一點的 Low End 它真的可以做到 這條也是另一條 最大力的一條 對 另外 這條 比這條不同的 就是它的Mid再Scoop 但是HIGH再高一點 對 就會增加 手指位的聲音 嘩 就會有些Attack 對 很厲害 對 是大顆的 譬如我們Metal的形 很喜歡的 蟲蟲蟲 這條也很滿足到大家 我又想問 你們做這麼多線 譬如 線之外 還有一些 汗 汗石 會不會真的有很大分別呢 譬如 轉了一些 五金普二十元汗 還有 去岩油街 專門買一些千多元汗 會不會真的有很大分別呢 其實有的 雖然 石的東西 點下去 可能一輩子點 線裡面的 硬碟 材料 都很多 石的東西 只有那一點 就是那一點 就影響了 音質 是 一些混合 或者一些 一些 濕透的玩法 這個就是 對 我想問一下 我看到你也用很多 Nuchek 對 以我所知 那些東西 都很耐用 而且潛度性也很高 對 對 但我看到有一個 特別的紅色 嗯 以我所知 它叫做Silent 對 Silent 對 它有多靜靜呢 這一條呢 先介紹一下 這條 叫Nutrik 它都是來自德國 它有很多 有銀色 金色 甚至有白色 有白色嗎 有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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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沒有關於聲音的 聲音就應該未必關 可能都是 主要是關於金屬頭 銀色和金色 我知道 金色是同度 接觸面 所以傳度會比較好 銀色就是 類似的 就是那些 差一點 簡單來說 貴一點 貴一點 金色就貴一點 所以我們主要是做黑金為主 我們所有線都是 對 而這條呢 是 Sylent Plug 它這個位置 有彈弓位 的 一刺進結他 或者你彈的時候 直接拔 就不會有 那些現象 因為它一拔就能幫你摺到地 對 就幫你解消了 那你就可以直接拔掉 這樣也挺方便 如果大家可能選擇線材的時候 希望想有些關鍵 可以選擇這個 這些通常適用於起很多結他的人 整天要換結他 拔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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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拔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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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眼六色 地獄紅 就是選擇線網 會有一個很漂亮的 其實這個有否一個講法 很漂亮的牌子 自己牌子 大家可以慢慢選擇 還有一個紋脂的黑金頭 還有這個Silence Part 到時可以任由配搭 除了直頭之外 還有L頭 對 我們的L頭是主要是吉他 可能是在吉他洞的位置 會不會像一條不甩的 可能要再屈多個圈 如果我看完這個訪問 我已經心裏有一條很心儀的線 我想要這條 那我如何聯絡你們去購買呢 又或者如何才能購買呢 有什麼方法呢 可以直接聯絡我們IG 直接DM我們就可以了 我們全Custom 我們有專人服侍你 對 到最後尾 上來戰鬥機 沒有可能沒有聲音 我們試試一人選一條 鬥鬥它 對 對 我選的這條 好 我自己也買了這條 你們先選一條 我選 就選 Black Shield 好 好 我當然選一條 第二個國家的牌子 Mogami 好嗎 好 好 我們試一下拿去試一試聲 好 我們先搶一下它 好 不選擇 好 erstmal Zither Harp Zither Harp